晚会上街台是晚间新闻 我是一如 最新的春节专案在今天上路了 真的能够挡下病毒吗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在脸书上表达了担忧 指出春节专案这个无法挽回的决策 恐怕会让台湾付出代价 因为台北市在今天就爆出了一例境外移入的个案 疑似是在入境的时候没有验出来 格林起满之后才确诊 她的CT值才12 算是偏低 由于确诊前接触过四名同住家人 引发病毒进入社区感染的疑虑 那么黄珊珊还说了 类似这样子的案例不止一个 在台北市恐怕就有数十例 不过指挥中心就澄清了 这一例其实就是今天公布的其中一例 境外移入个案 已经匡立了密切接触者 而陈时中也再次喊话 她对这个新上路的春节防疫专案有信心 中央还没公布 不过的确是有境外回来以后 可能还是会有确诊阳性的状况 冷不妨爆出一例境外 而且还是入境时没验出来 等到隔离期满才确诊 但指挥中心说这不是没公布 检疫期满之后 在自主将管理期间发病 可能是在社区之间造成感染的潜伏情形 有接触的感染疑虑的都已经隔离了 14号公布的案 1685930多岁本国籍女性 打过两击AZ人感染 CT值12病毒量高 匡列四名家人隔离 但由于这一例境外 反过隔离期满后才确诊 难道不会威胁社区 就怕未来更多类似案例 让病毒有机可乘 黄山山对春节专案表达担忧 脸书碰文天有台湾 7加7当时是没有Omicron Omicron出来之后 其实这个政策 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 只要我们在后面7天的居家检疫 能够做完整 基本上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连指挥中心大将王碧胜 也坦言 眼前还有Omicron中演员事件 让集中检疫所几乎全满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政策 我是有信心的 这个强度是比以往都来强的很多 不过今年初反台潮 不少人居家检疫期间 按捺不住到朋友家拜年 闯门子 形同防疫破口 就怕又有人罚不怕 指挥官陈时中再说重话 居家检疫期间 会到家里串门子 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那时候讲说 一个不怕死 一个什么的 这样的情况是五万到一百万 记者有综合报道